來到一條破維朗苗是超19年的提醒來的 其實什麼提醒都好啦,破維朗苗 我都是強調那樣東西,就是你怎樣都是用 Division Alcalfon去先行的 就是呢,Dividend 等於Diviser 成Closion 再加Reminder,怎樣都是由這條式先行的啦 那你就在這條式裡面去填上所有相應的資料 那怎樣填快呢?要看現在這個Part A 第四個就是Divided by 是4X2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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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那你就就由這條式出發啦 Diviser就自然是 接著Thillo Dividend就是P 問題就是Closion Closion看來沒有,但其實是寫到的 這個亦是一個NAT cosine的體型 因為 decian說P是一個 covered point 那支左邊是 throughout ч就像這個二次方 二次方你要乘一個一次方的東西 二次方你要乘一次方 乘出來才會是三次方 所以這個closion 我們就可以Lad做 AS加B 如果你的closion是想Lad做 二次方的,那就Lad做 AS2加BX加C 這個closion是一次方 Reminder是什麼?因為它說Divisible Reminder就是0 所以這裡我再 highlight 多遲 這個AS加B 是因為它在quibet 這個device就是上面抄 至於那個closion 至於這個reminder就是0 因為它說Divisible 然後你先去sub數 做一些sub數去拿回資料 一般來說兩招 就是compare efficient和sub數 但是這裡應該是 sub數居多 因為它有兩個資料 一個就是p3等於980 一個就是p-7 另一邊就是p-7等於-3 280 好,有兩個資料了 那你又sub下去了 就是910等於p3 然後-3 280等於p-7 好,這樣就 put下去的時間呢 就是這塊 這塊如果你拆過3 我按一按 4乘3 square加2乘3加23 這個65 65 3A加B 還有呢 4乘49 減14加23 還有205 嗯... -7A加B 那你又兩條式啦 兩條式 接著呢 就 搓回program 好,鎖一下先啦 3 1 -91 65 -7 1 3 200 205 好,算到了 A就是3 B就是5 那所以呢 我們這個closing呢 就是3 X加5啦 那這個就partA啦 跟著partB就問你有多少evectional boost evectional的意思呢 它是real 但是呢 就轉不到做份數 說多一次 evectional 的意思呢 就是它是real number來的 但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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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evectional 那所以呢 什麼2加3i那些呢 就不是evectional來的 就是2加3i這些呢 它就 並不是 不是 不是 evectional的 那開form5呢 就是evectional啦 那至於 例如2 over 3這些呢 那都不是evectional啦 OK 好啦 那現在它就問一下那條的p 有多少個 Woods啦 那現在的p 呢 就已經計了出來的 基本上 我們由p等於0開始 因為人家說等於0 很多人都不寫 人家明明是有等於0這個 呃 寫 說法 寫了出來 那又不寫等於0 那這個下面由ps等於0開始 所以之後呢就會是4s2次加2s加23 3s加5就等於0啦 好啦 那接著呢我們就會是4s2次加2s加23 等於0 0 3s加5等於0 那這裡就計到s等於-5 over 3 至於左邊呢 如果你按一按機呢 就會是423 你就按到math error的 按到math error好著數啦 因為它問你evectional 那你就計低了 就是b2次-4ac 那又計到呢 是負數的 那計到負數 即是說它簡直都不是view number 如果不是view number的話 那就自然 是 呃 一定是 不是evectional 不是evectional 因為不是view number 所以說多次啦 左手邊這裡呢 它就是non-view rules 右手邊呢 就是rectional 那兩者呢 都不是evectional的 那所以呢 這題呢就是 all the rules 是evectional 那就是0 evectional rules 那但是呢 這裡都提醒大家 如果一條題目是問view的 或者是non-view的 那你就最好呢 是用delta去做 但是如果一條題目是問rectional的 那你就要用corduted formula 最好啦 那當然啦 如果你用corduted formula 就可以proof到它是 但是你用這個delta 就只是proof到它不是 例如你計到delta大個0 你是不會proof到它是rectional的 你計到delta小個0 你才proof到它是 它是 不是rectional OK 就是說呢 你都可以計一計delta 但是如果你是計到delta大個0 就請你用這個 formula 你計到delta小個0 你就proof到它是 不是rectional 好,然後呢 如果是問rectional 其實做法都差不多 那你就看下 首先算不算到delta 如果你計到delta小個0 那它就一定不是rectional 那 然後呢 如果你計到delta大個0 那你是 是沒有evidence的 就是你沒有做過任何事情的 你都要用回corduted formula 來proof呢 它是rectional的 rectional那裡 其實你都可以 只按機器都可以的 都沒有說不行的 你都可以 只用這個formula0 1都可以的 因為rectional就是 你介紹完出來之後 你就有些份數 直接寫一些份數出來 那你就可以proof到rectional 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proof directional 請你一定要用corduted formula去proof